人们常说在自己家吃饭安全放心又干净 这句话也映射出 在外吃饭可能会遇到不卫生的食材 或者会吃出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我相信很多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是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吃到头发 只要厨师或者服务员不是光头 我觉得都有可能在某一个环节 把头发掉入饭菜中 即使现在的厨师都有戴帽子 也很难避免 所以大多数人吃到头发并不感到惊讶 一般吃到不干净的东西 最多是拉肚子 但你想过吃到丁子的后果吗 今日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位 吃到丁子的网友 而且该事件还是发生在我国 马来西亚 哈喽大家好 我是美貌与智慧兵重的小南 欢迎收看消费人行动之投诉友们 这期内容由天香匠员荣誉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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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网络的力量是强大的 建议和帮助 其中就有网友在该贴文中 tag了国消费的沙巴分会 要求有关当局介入处理 而很快的事主便联络上了国消费 在初步了解情况后 便联络了有关商家 并发出公吻 另一家公司 接着在国消费务力的协调下 给其造成的困扬和不便 表示诚振的歉意 此外 商家也承诺 将会对设施的门店进行 稽查整改 并对其下的员工进行再次强化的培训 关于这期影片中的内容 小南也向国消费主任探讨过 其实在面对公关危机时 许多公司都会不知所措 虽然有的公司会咨询律师的意见 但大部分得到的建议是有关公司 不能发布任何道歉声明 因为道歉就等于间接承认错误了 然而大部分坚持不道歉的公司 最后却是加剧事情的严重性 尤其现在的网络力量那么强大 原本小小的风波 一传十、十传百 事情也只会越挠越大 当然我们不能说 不道歉的原则就是错的 起初说到这个部分 小南也感到疑惑 而后在主任的解释下我才知道 原来当一间公司发生了危机公关时 道歉是必要的 只是在有关道歉声明的策略上 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要在对的时间点做出道歉 道歉过早或许会让公司 无法在后续的危机处理上没有退路 反之过迟的道歉 公众往往已不买单 认为道歉纯粹是迫于舆论的压力 并不是出自真心 第二道歉的发言人 道歉发言人在公司危机处理上是十分关键的 但其身份往往是被忽略的一点 而道歉的发言人 必须是能够代表公司 或有实权处理危机的负责人 第三 不对的事情不能道歉 有许多公司的负责人在事情发生的时候 只会以为道歉 却没思考过什么事情可以道歉 什么事情不能道歉 曾经被列为世界级危机公关的负面教材 当属美联航事件 2017年4月9日 美联航从自家各飞往路易斯维尔的3411航班 由于超额销售 导致不能起飞 由于没有乘客资源承搭下一个扳机 美联航启动了非自愿拒绝登机的程序 什么?超额销售还有专业的术语? 是的,你没看错 其实这个是航空界常见的操作 因为每一次航班的债额 跟航空公司的分成和收入会造成大幅度的影响 一般上的航空公司都会超额销售航班 因为在数据的统计下 大部分的航班总会有一些旅客 没有按照航班时间登陆飞机 而这一次美联航的危机事件 恰好全部乘客都登机 机组人员更是不足够位置登机 在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乘客自愿下机等待另一个航班 如果没有乘客愿意 就是需要启动有关的程序 让乘客中有人下飞机 并且给予金钱上的补偿 而引发危机的事件 是在于美联航要求 一名叫大卫的越南籍医生下机 而大卫拒绝 拒绝的理由是他赶着航班 为第二天的病人看诊 而美联航却出动了保安 让大卫医生下机 在这过程中 相信双方是发生了肢体冲突 更有旁观者 拍了大卫医生被安保人员 架下飞机的照片 而照片中大卫医生的鼻子流血 怀疑是冲突所造成的 因此照片很快的就在网络上疯传 消费群体不满的情绪也开始发酵 而美联航面临这样的情况 便于当晚在社交官方账号上 对超额销售的事情道歉 然而有关道歉不被公众买单 同时还获得十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推特上吐槽美联航的行为 Stupid 直到第三天 美联航负责人再次作出道歉 道歉的声明中说出 向大卫医生以及公众 为这件事不良的感受而道歉 这次看着好像道歉对了 但公众依然不买单 那么我们想一想美联航两次的道歉 为什么公众都不买单呢? 第一次美联航的道歉声明中 是对超额销售的行为道歉 这也许是许多公司在危机面临时长 必重就情的道歉 这种道歉 往往没有道歉在对的点上 反而会起到反效果 就如同美联航 其实没有人会对超额销售而感到气愤 当时针对这件事情 公众关注的点是 为什么会用暴力的方法让乘客下机? 其实在启动非自愿拒绝登机的程序时 只要美联航不断加码 将补偿金提高 一定会有本来就没有受时间和行程限制的乘客 愿意接受补偿乘搭下一班飞机 也不至于需要强制让某一些乘客下机了 而第二次的道歉声明 道歉的点是对的 但是早已错过了最佳的道歉时间点 因为事发三天后的道歉 公众认为美联航的道歉早已没有了诚意 更可能是基于美联航股价暴跌的情况下 公司面对股东的压力而道歉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美联航的事件当中了解到危机公关对驾公司的重要性 据悉这次事件导致美联航的股价损失高达14亿美元 可谓是损失惨重 可能有人会说 那公司可以采取民事诉讼对消费者追讨 民欲损失吗? 答案是可以的 民事诉讼是任何人或公司自有的权利 但在危机公关的角度上并不鼓励 简单的举个例子就拿今天的汉堡堡事件来说 如果有关公司对当事人进行起诉 今天你是消费者看到了 你还会到该公司消费吗? 所以一般上并不建议采取法律的途径 就算赢了官司也输了市场 就是我们说的赢了战争输了战局 从结论而言 在这次的汉堡堡事件中 当消费者做出投诉时 如果有关店家立即对当事人的不良体验做出道歉 以及安抚当事人情绪 同时积极寻求和解的方案 以及检讨有关公司的作业流程 或许这件事情就不会在网络上发酵 也不会引起国家会的介入了 因此接着这期影片 国家会给出几个建议与商家们供免资 第一 无论个人品牌或公司 都应该时时刻刻优化作业流程 确保自己的产品或服务 不会为消费者带来安全隐患 更不会为消费者带来不愉快的消费体验 第二 危机公关是公司成长路径必要的考量 每一次的公关危机都是公司自我审视的机会和 检讨优化作业流程的机会 第三 消费者并不总是对的 但他们有自己的权利 第四 在保障消费者权利和企业的利益上 必须达到平衡 第五 时刻关注消费群体的情绪 了解消费者的想法 聆听消费者的声音 企业才能走到更远 好的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希望这期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最后再次感谢天香酱原荣誉赞助本期的内容 赶快光顾邻近的超市购买天香酱原出产的酱料吧 预知更多详情也可关注天香酱原的面子书哦 那我们下期见